大家好我是DK 歡迎收看DK全腦交易 一同前進標股GD 哎呀今天沒有標股 但是還是有紅的啦好不好 紅海台積電稱版紅準震盪加劇 以勝廣語紅準72% 光環大英文系統 自己看%數我有調整 今天光環還一度想衝 這紅準我天天放 現在要跌是不是 我也知道要跌 我等一下慢慢跟大家聊 今天大盤是4300多億 最後一盤台積電還有動了一下 拉了一下 無力撐盤 期貨跌701 DK 有人叫做DK救命跌超過600點 可以叫你 700點的期貨 大盤現貨跌500多 很正常 跌很正常你怎麼了 你慌什麼 在市場我不會一直叫你 你不用擔心不要害怕 不會怎樣 我不會這樣子講 哪一個老師這樣子哄你 跟你慰藉 你趕快換頻道 不客觀 好嗎 不客觀又在講誰 我聽到就是有嘛 那什麼什麼 如果 如果我用擔心害怕有效 我天天怕 我天天擔心 他就不會跌 是這樣嗎 我演給你看啊 不是 你的教育觀念跟態度不對 甚至你看的人的大腦的神經 都不對 這紅準震盪加劇啊 早上投資朋友來說 跌了跌了怎麼樣 跌應該的 這甩誰 甩那八字頭的 好 我要往下看 我等一下後面才要慢慢講 來我們今天來看這個 今天沒有擺櫃買指數櫃買指數 好不好 這櫃買的我忘記打 把這字打好 不好意思 全市場的聲音說 不管誰當選都要大漲 尤其川普 為什麼 有一定 這操作觀念是 不管選什麼 或沒選什麼 風險意識客觀中立公平 難道8月5號9月4號有選東西嗎 還是那天有發生天災地震 好像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市場很吃 你以為的不是你以為 你看看這連續兩天的期貨這樣殺 昨天正價差100多 今天逆價差100多 這市場上一堆人在拿著 外資的5萬多空單 嚇你 是嚇你嗎 好像也不是 他真的有殺下來 正價差很好空 逆價差才是正常的市場 這講起來太多 你複雜你聽不懂 講到這邊就好 反正就是 會跌是因為 外資不是一直加空單嗎 因為我看到也很肥 我都說正常市場就逆價差了 他做收斂 自然把它空下來 外資空單當然積累 你放心 外資如果真的要做空 不會從那邊空 那個空單都是為了避險 他的台積電鴻海聯發科超多的 我有告訴你 他不會傻傻的晾在那邊給你殺 人家會做避險 你有嗎 如果你沒有你的資金礦款就要抓的很細 很仔細 要很穩 該退 你紀律操作就是要退 好 這右邊可以幫我留給你參考 今天跌破月線 不是跌破月線 已經連續跌破月線好久了 然後站不上去 貴買 就是說 貴買就很 很正常啊 為什麼 他就是中小型大家你我他的股票 你今天看台塑斯堡你還會嚇一跳 我今天中午環宇財經台我才有連線才講 你不要預設立場 這大盤怎麼看 DK講給你聽 看跌 他在跌是不是 你就一直看跌 不要有什麼支撐 你不要看跌又要就給我摸刀子轉折 我看他跌到哪裡停下來 我不會預設低跌 我也不會預設什麼線 我也不會告訴你第四季行情 有多好又多好 市場上很多這樣的聲音 為什麼 不能有一季 不能有一年這樣是不好的 你看過去的歷史經驗來做大壓 那你要小心一點 股票很吃各股的 我指的第四季不是不看好 是你很顛簸 你那個震盪金金漲的格局 我寫結束了 變成震盪甩盪漲 這樣很大波 大波 段的政府 應該說大波幅的震盪 你會受不了 好 跟牌也要規劃 為什麼 昨天那秀那個冬點光天 昨天漲情間跌一天 正常 會員沒有好不好 我自己我就喜歡放 我想放什麼就放什麼 他就沒有 我也沒有叫誰買 我放在這邊給你規劃 你跟牌也要規劃 這樣也在加入我 你那邊免費亂跟也賺不到在幹嘛 你趕快來找DK 拜託你一下 這逆風超大 我今天特別綠 我告訴你不要拆 還會不會綠 會 好 這最近會員問的不錯 我們多放兩秒 這個最低只要2萬2 簡訊待進出到農曆封關 是22號 你還沒有出國的 趕快安排好不好 好吧 22號我就提早就封關放假了 好 這個到 8天14號今天12號 好 再放兩天 你再放兩天 好 不看兩秒都不要 好 下一頁這樣可以嗎 找第一個老師 那個紅準啊 那230%敢亮出來的 你去留言 誰 我們隨便去留言 原來230%就能拿出來 你不會自己做就好 你付什麼費 你加會員 你是不是瘋了 不用 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們要打就打這種 110 106 81 50幾 好不好 63 76 99 259% 好 我要打這種的 尤威科 擺得 紅準這麼牛 我都可以打70%才端出來 開始跟你講 出來當老師啊 高下立判 我沒有說誰 我管你什麼前輩後輩 交易戰場沒有在分什麼 也只有兩邊 紅綠 你是不是敵 你是不是敵人 是我就要殺 我還跟你分 你是不是滿頭白髮 還什麼 什麼學歷 你不要開玩笑了好不好 這就是戰士的格調 來紅嘴 有沒有 右邊寫 很菜 你不是要截圖 截圖給你看 左下角看清楚 5月6號 還順便帶那個賤翰陽城中央官給你 不好意思 GIS我沒有帶會員禁 我有喊 我哪知道他這麼疲弱 他扶不起來 我不是不想救 我救了很多 我講了很多 包括那個以勝今天拉出去 GIS他就是不行 很傷心 傷透了心 但是我並沒有讓大家傷心 我並沒有叫大家做 做你規劃你要懂得退 買了就放著 你這樣子不要碰股票會比較好 再強調一次 我建議 這輩子都不要碰 如果你只是這樣 存股例外 好嗎 存股例外 我這邊寫很菜那樣子 很準 不準 很狠 要進就進 要退就退 現在又要八十幾塊才要進 我不要 不要 全市場秤DK洪准 有人這樣跟我講 周遭有人 全市場都秤你 你那個我知道你很久就講了 那買八字頭的你準備好沒 對啊 我那邊寫二三十趴就可以拿出來秀 你看我那前面有沒有秀那個 十幾二十趴的 那個封面 我們理財周刊好多 自己挑老師 自己看 信有數 我管你 我有說你 來誰不知道要跌 但承諾沒有到 我最好做好退場規劃 我告訴你我最爛可以不要賺 你知道 殺到五字頭來 殺到六字頭來 你殺 殺一下你殺 今天你沒有看到今天 殺下去拉起來 殺下去拉起來 等下外資看到全部來倒我 沒有那麼多張 要殺要 封掉是你 不知道是哪個單位 那張數這麼多 籌碼這麼大 我怎麼會是受傷最重的呢 而且你當我過程真的不會出 那個節目啊 有時候你看看就好 你真實要交易操作 你要來找DK 我也沒有胡你 我叫你這邊不要做是把風險意識 保護你 你下面怎麼不買 你下面怎麼沒聽話 你下面怎麼沒規劃 你偏偏要那個洞出去幾十萬張 十幾萬張 然後在那邊跟人家共襄盛舉 你是不是最後是勞索 實話 我不會講好聽話給你聽 因為錢是血 沒有什麼我在戰場上還有 可以求勞 沒有 你看今天殺盤殺的怎麼樣 你求誰 不要跌了好不好 這樣用喊的 紅海喊三百五百八百 這樣就會來 5213以身 絕世好建議吧 賣壓有夠大 讚 我為什麼讚 還給我讚到76塊9 這是他跟川普交易概念嘛 隨便你 我是因為那個買的 你看看我狂起來的成本 我是因為那個買的 你們來幫忙我還差不多 什麼我跟著你們 我特意去做外部事件 牽引著過去操作不吃這一套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 不 我們從內在出發 外部的東西都視為雜訊跟干擾 雜訊跟干擾 你只有按照你的交易規劃表 做進出 不會因為哪個題材怎麼樣怎麼樣 他不行 背後的K棒背後的價格 自然會告訴你 你的帳戶價值會告訴你 輸贏不就告訴你了嗎 我很習慣 廣語 我還是很習慣 你盡量收黑K 開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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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開高還開 是走高還走低 開高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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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邏輯應該是高吧 因為你都開高 就是前一個比前一個更高 只是你走低 沒有關係啊 有本事你天天這樣 天使不夠啊 一買就賺還得了 沒有沒有 但是那個 叫你回補 洪家軍人的地方 我們有著墨 買不多 買的多就騙你 又重壓 那個時候那麼恐怖 你買的少 開始追蹤 慢慢步倉 建立 慢慢往前推 推到變很多 踩出去 這才是真相 他需要時空 好不好 需要時空 簽你碼 DK交易投資書 來 給你參考 買在未知賣在已知 購足零成本乎成而 報酬率大於風險值 這個風險值 我告訴你 你就算要輸 我也要輸的少 控制的少 你不要想進來就想贏 你付費也一樣 如果可以直接贏 那是最棒 我就是把你控制交易 讓你秉除跟斬除 你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一般人沒辦法 你是不是明明的跌下去 很多人繼續教 我有聽到準備要抄底的 我聽到這個 我特別害怕 你通常抄到三腰 你知道嗎 我保證你抄到三腰 還抄底 還可以先告訴別人 815號殺人 一任一任呆呆呆的 還准备抄底 再跌下來準備 再貼下來就不能買了 再跌下來 我們現在已經在邊防守了 你還再跌才買 那漲你又不要買 怎麼會是這樣呢 你交易的節奏怎麼會是這樣 就像我聊到那個大選之前 川普啊 這個 這個川普只是選之前沒有漲是不是 那已經漲好大一波了 你知道嗎 那你從川普當選以後還要再拉 好大一波 為什麼 為什麼要 這就是過度樂觀 跟自我 以為 過頭啊 我是在看怎麼樣要開始放貨 有紅准拉成這樣子 我以身拉成這樣子 要怎麼 怎麼要開始站在賣方思考 來讓自己的部位跟風險 直降低 我們想的是這個 怎麼會是一昧的看多 我們找股票也要挑 這一堆股票跌的東倒西歪 還有接近破底的 準備要破底的 那很多已經在做停損跟 債平衡要出場 接 接接看 拿掉僥倖心心態 保持客觀中立 股市就是戰場 不是幼兒園 更沒有嬉皮笑臉嘻嘻哈哈作秀給你看 什麼是客觀中立 選前選後都一樣啊 我們選錢我們是看也是看不錯啦 持續看多 因為多頭軌道就是看多啊 可是如果沒有了 請把這句話加進來好不好 講完上一句 好那我們來買股票 如果沒有你要做什麼 怎麼辦 那錢怎麼會是這樣拿來 隨便好像嘴巴講講 拿掉你的僥倖心態好不好 我們撐一天明天我們再來退 你要退現在就退破你的表就趕快砍 該進你就進 不是我們再等一天 再等十天再等一百天好了 反正你都要僥倖 你一等一天幹嘛 搞不好 台積電等一百天從五十塊 爆到兩千啊 不行啊 負利怎麼不行 你算上看 每天漲十吧 你瘋啊 我知道很多人像那個洪准想要掉單 我知道我知道你們的過程 我講一個邏輯你們參考一下 我以前有提過台積電這樣的股票 雖然他不是台積電 你知道台積電要怎麼從五十塊八十塊 成本爆到一千塊到現在還有嗎 就是眼睛閉起來不看 中間要跌多少 中間來來回很多 我說過台積電不是拿來賣的 他十塊也不賣 他三千也不賣 他才有辦法爆到三千 這是邏輯 很多股票如果一路上都想賣 都受到震盪我就想出 我怎麼會有陽城 震達 賤漢大淫為呢 你知道這難度就在這過程上上下下 你能不能堅忍 的撐過去 這個是實力 運氣就要看天使給不給你 有時候他不給你 直接幫你打停損後再拉 多的是 你會不會看 那是另外一個技巧 你跟你講起來聽起來超難的 你交給我吧 不然我坐在這邊敢跟你講這些 我講的出來就表示我會 詹里蒙格想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最可靠的方式就是讓自己配得上他 講得真好 關於成功成功悲觀之力而是專注力 天天講 讓自己配得上他 以前有聽一個朋友聊 買一個很貴的包 一天到晚都看著那個包 不要什麼 被人家偷走啊 怕人家刮到碰到 你配不上他 這樣聽懂意思嗎 配得上那個東西 穿得出來 背得出來 開得出來 你就不要害怕損失 那才叫配得上他 這只是一個很膚淺的舉例 但是你參考看看 明天禮拜三要結算 大戰 好不好 大漲大跌我們來大戰一下 我們看看這個多頭 能不能守住這個發球權 人家能接受震盪 我說過川普當選後 震盪更多 你沒有更好做 喜歡DK的節目 每天收看 我們明天見 拜拜 真的耶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掰掰掰掰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 輕鬆理財